这是LS128 UV能量器 一款专业测试UV LED灯的能量器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操作方法 仪器有两个按键 一个电源键 一个选择键 在关机的状态下 长按电源键 仪器进入到设置模式 仪器具有自动测量和手动测量两种模式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自动测量 选择自动测量 按下Power键确认 自动测量模式需要设定一个功率触发门线值 当仪器接收到的光强 大于设定的触发门线值时 仪器才会开始测试 小于触发门线值时 仪器就会停止测试 现在我们设定功率的触发门线值 为10毫瓦每平方厘米 按下Power键确认 接下来选择供电频率 50Hz交流供电选择50Hz 60Hz交流供电选择60Hz 直流供电选择OFF 我们一般选择50Hz交流供电 按下Power键确认 进入到测量状态 现在屏幕显示的数据为上次的测量数据 这是仪器一个关机不丢失数据的功能 开始一次新的测量之前 要按下Power键 选择Yes 开始一次新的测试 自动测量模式 当仪器接收到的光墙 小于设定的触发门线值时 仪器一直处于Ready状态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下测试 我们将仪器的接收探头 慢慢地接近紫外光源 当仪器接收到的光墙 大于设定的触发门线值时 仪器就会开始测试 显示Run状态 我们可以按下选择键来查看显示界面 RT表示实施值显示界面 A表示自动模式 Run表示测量状态 Max表示最大值显示界面 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将仪器慢慢地拉开 当仪器接收到的光墙 小于设定的触发门线值时 仪器就会停止测试 显示Stop状态 我们可以通过按下选择键来查看显示界面 RT是实施值显示界面 这个毫瓦每平方厘米表示功率曲线图 这个是温度曲线图 目前市场上的能量计都只有一个能量值 Max表示最大值显示界面 第一个值为刚刚我们测试到的能量值 第二个值为功率的最大值 第三个值为温度的最大值 实施值显示界面 第一个值为我们刚刚的测试时间29.8秒 功率值和温度值为关键时刻的实施值 功率曲线图 我们可以通过功率曲线图来分析固化炉里面的功率的分布状况 温度曲线图 同样可以通过温度曲线图来分析固化炉里面的温度的分布状况 测试完成之后 长按Power键 仪器就会关机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手动测量模式 在关机的状况下 长按电源键 进入到设置模式 选择手动测量 按下Power键确认 选择供电频率 确认进入到测量状态 手动测量状态 开机之后就可以直接进行测试 现在显示的数据是上次的测量数据 同样的按下Power键 选择Yes 开始一次新的测量 手动测量模式 进入测量状态之后 仪器就会显示Run状态 M表示手动测量模式 我们把仪器慢慢的接近紫外光源 仪器开始测试 按下选择键 可以查看实时值显示界面 最大值显示界面 手动测量模式 测试完成之后 需要手动按下Power键 停止测试 仪器显示Stop状态 测试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按下选择键来查看 最大值显示界面 实时值显示界面 功率曲线图 以及温度曲线图 测试完成之后 长按Power键 仪器就会关机 在没有操作的情况下 三分钟仪器就会自动关机